字幕——YK 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我們全新的節目 扮靚事務所 顧名思義 扮靚事務所 其實是我們會為大家 大家搜羅很多關於美容這方面的資訊 無論是化妝、護膚、潮流、服飾等等 我們都會跟大家一一去介紹 其實扮美已經不僅是女士的專利 男士我們都會一一照顧到 而做女人其實都很麻煩 因為每一天他們都要想 怎樣化到自己的妝漂亮 因為要見人的 給予好印象人 但其實自己的化妝技巧 又或者是護膚心得 究竟有聰明不聰明又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高興請來兩位嘉賓 阿May和Carly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和分享一下她們的心得 你們好 Hello 大家好 阿May 剛才我有提過 其實做女人真的不容易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可能要化妝的時候 但自己又可能化妝不聰明的話 其實都會擔心會影響到我們給別人的印象 其實一般我們女士在化妝的時候 最常遇到的問題或困難是甚麼 我想現在的女生化妝其實都大部分很厲害 不過我會看到一般來說 女生可能選粉底的時候的顏色 可能有時會有些偏差 或者在遮瑕方面可以下多少功夫 尤其是一些下眼圈的位置 還有可能眉 眉都可以去注意一下 因為我覺得眉來說 對一個女生的性格表現很重要 但眉可以反映到一個人的性格 譬如說女生想突出自己的性格 可以在眉方面下少許功夫 下少許功夫 其實一般真的 因為可能我們平時未必想化成全妝 但可能我們在眉上加少許功夫 已經看上去精神很多了 所以我也很認同你剛剛所說的眉是很重要的 你提到的鹼粉底 其實鹼粉底我們應該怎樣去選擇 我想首先鹼粉底 第一要知道自己皮膚的性質是甚麼 對 譬如你的皮膚的性質是比較柔性的 那可能你選粉底的時候 就要選一隻沒有那麼重油份的粉底 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肌膚 然後才可以慢慢去選擇顏色各樣的其他方面 除了選擇質感方面 其實顏色也很重要 一般來說我們都會教女生選粉底的時候 我們可以試上去臉和頸部的中間位置 然後就看看粉底色和頸部的顏色會否相差太遠 所以我們試的時候 都可以由自己頸部的位置去看顏色 可以嗎 沒錯 那另外眉呢 眉方面 其實你剛才就說可以突顯了不同的性格 其實是怎樣去分 怎樣畫又會製造到一個性格 另外怎樣畫又會製造另一個性格 我想可能一般來說 幼眉和比較彎的女生 就會給別人的感覺可能會比較溫柔些 還有會比較女生 如果你想表現性格是比較有個性一點 是 那你就可以 譬如唐眉可以比較 留得比較粗一點 是 比較一字眉 沒有那麼彎 對 比較直一點 都會突顯到性格 可能會覺得個人比較爽直 爽朗一點 其實是你剛才所說的不同 無論是彎還是比較直一點 是我們自己去畫 令到它的眉形改變 還是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修眉的效果 令到它慢慢自然轉變 一般來說眉毛就天生定了某一個型格 當然如果你的眉毛是比較生長得比較濃密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擇剩一條不同形狀的眉 但如果很不幸地 可能有些女生本身的眉不是很多眉毛 那其實我們都可以靠畫去令到眉的形狀去改變 說了那麼多了 其實我們都會很關心的就是最重要 化妝和護膚這兩方面 其實今年來這一季的話 化妝在顏色方面會流行什麼顏色多呢 其實今年主要都是流行一些比較裸妝的感覺 就是好像沒什麼妝的感覺 所以顏色方面都是比較 可能是偏啡或是偏米或是偏橙的那方面 會比較是一個主流的顏色 而且都是比較自然一點 不是太誇張化的 其實今年都可以去誇張化它 就是重點位置可以落在眼睛那裡 就有少許好像Rock and Roll那種感覺 可能是那種 比較誇張一點 但我想一般香港女生來說 可能會選擇一個比較自然一點的妝 他們會比較容易去處理 去處理和配襯衣服 所以今天我就選擇了一個比較清淡一點的妝 是 我看到其實Hally 現在也有化到你剛才所說 今年接下來會流行的顏色 其實在化妝的時候 我們應該留意什麼技巧呢 我想一般來說 如果化一些比較簡單 就是這麼清淡的妝 我想最主要就是要在輪廓方面 去做一些功夫 比如說我們可以在眼睛的輪廓感 我們要加重一點的輪廓感 因為顏色已經比較鬆淡 如果輪廓感我們都不將它突出 可能東方人的面型就會比較沒有那麼立體 沒有那麼立體 所以在輪廓方面我們可以加重一點 比如我們的做法就是 在這些眼窩這些位置 我們可以加強眼形的立體感 可以做出來的 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在眼骨以下的位置 一個套進去的位置 我們叫做眼窩位 我們可以在眼窩位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做一點點輪廓 主要都是用一些啡色的顏色 淡啡色或者比較深一點的啡色 都可以 就在這個位置做下去 然後在尾部這個位置 可以加深一點的啡色 就可以突顯到這個立體感 除了眼睛之外 譬如說我們在面型的修飾 如果你說我們想輪廓比較修長一點的話 主要來說 今年流行的胭脂的掃法 都是會向拳骨位斜上會比較… 斜上 對,斜上會比較… 可以將輪廓感變得比較修長 但其實胭脂都會有不同的顏色 可能會有粉紅色或橙色 深和淡都不一樣的 但我們怎樣去選擇深和淡呢 我們怎樣去配搭才會漂亮呢 如果我們今年都是… 如果說回今年的主流 如果都是流行一些Earth tone color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 例如比較橙啡色系列的胭脂去… 那橙啡色胭脂的顏色呢 它除了可以當胭脂之外 其實它都可以變成一個… 幫它加強了一個輪廓感 即是像我們的陰影 對,光暗影那樣的 那這個顏色就會更容易去處理 對,因為有時候我們買了一些光暗影 但暗影那方面呢 它是比較深色一點點 萬一真的自己化妝可能不太厲害的時候 一掃下去那一刻 可能錯手了的話 又不知怎樣算好 那用回這隻的話 可能我們容易些去掌握 怎樣掃下去 那個就主要是放在那個胭脂位那裡 那如果你剛才說的問題 例如像你們上鏡一樣 我們有時候都會去街或者拍照 或者有時候朋友生日 我們都想裝美美的 那如果我們真的想把 有好像剛才說的那種暗影粉的話 萬一不確定這樣做錯了 其實我們可以有補救的方法 那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拿我們用開的小小的碎粉 是的 然後我們拿一個可能比較細小小的掃 然後我們打些碎粉 進去掃頭裡 不需要太多的顏色 不需要 不需要 都可以多一點 因為你拿來準備 遮回去 你準備拿來 補救一些你做多了的顏色 在臉上 譬如我們可以在臉上 我們可以在你塗多了的位置 我們拿去 拿一些碎粉上來 我們可以打鬆那個 你塗多了的位置的粉 你打鬆 就夠了 對 這個就可以幫到你 做錯了的時候 可能會幫到你少少 但怕不怕 因為已經塗錯了 再加其他碎粉上去 會厚了很多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不會的 如果你就這樣平常 就會 但如果你把它打圈 你把它打圈 你把粉 其實是造走下面的粉 在門中 你一打圈的時候 你那個掃頭 它的粉彈出來 其實就會離開 就不同 我們掃下去 因為如果掃下去 我們就會令到粉 就會加厚 但如果我們把頭 我們把它打圈 打走的話 其實模型中 就是把粉 帶走 但其實那個幅度 即打圈的幅度 它是不是隨意 就不用說一定 最好就是 你不要這樣打 不要那麼大 你可以小一點打 圍著小一點 好像推走 推走的東西打 如果你很大的圈 這樣打 就打不走了 你要這樣 小小的圈 小小的圈 所以我們 如果真的做錯了 其實也會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可以補救 就不需要下妝再來 不需要的 是的 我們聽了May和Carly 跟我們示範了 關於化妝的小小步驟 休息一會 回來再聊 請覺 大家好,我是Tessa 今年6年 我祝大家新年進步 心想事成 要人有人,要財有財 恭喜發財 沒有人的味道 用了多樂士嘉麗安環保7 美國製造絕無VOC 甲醛和其他有害物質 符合美國專業環保認證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 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 保護更全面 想知道多些 想多樂視網頁看看吧 100%韓國製造 設計時尚 取材環保 全人手製造 盡顯獨特個性 韓式閃耀 盡在Design In Me 北印度咖喱 新辣重口味 滋味羊肉 香脆薄餅 多款正宗飲食美食 盡在潮爆七衣咖喱王 電量高專利設計 輕巧安全 A-Magic的Magic One 外置慢用手機充電器 透過智能手機 配搭D-Link IP Cam 全方位收睇 即時流暢影像 用智慧改變世界 讓科技改善生活 一一科技有限公司 爆暗瘡 出濕疹 常失眠 食藥食到灰 眾世醫藥搞不點 天然療法是你唯一希望 A-Max 天然純淨無雜質 高級金絲燕窩棧 滋寶養生 東盡燕窩裝 全新二千萬像素 Samsung NX200 百年老號希臘酒莊 優質葡萄 結合千年古希臘 讓酒方法 延續酒香文化 Santari 飲食食他味俱全 是否有足夠營養 生活的壞習慣 如何影響我們的健康 吃甚麼補品才能補得回呢 健康知多些 由專家告訴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衝過地域界限 穿梭遊戲人間 挖抱點 潮爆玩 又何止刺激這麼簡單 分享潮流真品 搜索無價寶物 搜索激身滿意 又怎可以沒有你們份呢 玩家達人 遇上你玩 消閒花費夠輕鬆 優質生活樂其中 潮流品味 各地名牌產品 時尚陰物 趣味滿意 帶給你最新購物資訊 陪你做個精明消費者 購物天堂 Hello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BANANCE 無所 繼續有我Martina 還有我們的嘉賓 May和Carlia 在上一節我們就有提到 少許關於化妝的知識和步驟 May 其實我們一般去化一個 正常我們平日出外的妝 我們需要的工具會是甚麼呢 其實我想最主要是粉底 是 然後就碎粉 可能要有眉筆 眉粉 有一支唇膏 是 少許胭脂 有一個 有紫色 其實一般我們要眼耳口鼻 那些我們都要兼顧 對 但額外的 即可能我們的柬眼睫毛 這些再誇張一點 再增強的東西 就未必一定要設備的工具 也未必一定要 普通女生其實可能不需要 很貪美的女生 我看她們現在很多都會有 假眼任務自己配戴 但其實現在的流行 會否都會流行貼這個假眼睫毛 其實都會 我看有很多女生 她就算不化妝也好 她都會貼一段假眼的毛 我覺得挺有趣的 始終貼了 可能那一刻看上去 她的眼睫大了 又圓了就更漂亮了 其實除了工具之外 在技巧方面 我們真的要普通去學習的話 其實有甚麼重點 我們真的要慢慢去留意一下 可以譬如在遮瑕方面 因為遮瑕一般來說 可能女生都以為 只是用來遮瑕眼圈 或者遮瑕疵 其實這件事都很重要 我覺得 有很多女生 可能她們都未必會 很適不遮瑕 她們就會 塗了粉之後 可能有些暗瘡印 有些瑕疵 都沒有理會她 除了可以遮瑕 遮瑕之外 其實我們都可以 用來修飾輪廓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譬如好像 嘴的輪廓 很多時候我們塗完粉之後 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嘴邊 可能有些比較深的色素 我們就可以利用遮瑕膏 如何修飾 我們可以做到 嘴的輪廓 例如像這些位置 有時候女生的嘴巴 會長得比較膩 我們可以在這些位置 修飾一點 令她的嘴角 不會掉下來 對 沒錯 粉底做不到這個效果 遮瑕膏才能做到 例如我們的眼 有時候女生的位置 因為特別比較黑 對 我們可以用 因為茶粉底 有時候都未必可以 蓋到那個黑點 我們也可以用遮瑕膏 可以在這個位置 做遮瑕膏 好像一個控的黑點 有甚麼效果 做完這個之後 我們蓋上粉 你會覺得眼部的尾部 會提升 令整個感覺 就會比較精神 其實一般我們去做 遮瑕這個動作 其實我們是在哪個位置 插入遮瑕動作 是上完粉底液 碎粉 然後才去遮瑕 還是一開始就已經遮瑕 其實我們正常的步驟 就是打完粉底 然後就做遮瑕 做完遮瑕之後 就可以蓋碎粉 然後就到下一個步驟 但下一個步驟 如果有的話 我們其實化妝應該是 即是畫了眉 然後才到眼睛 一直一直這樣下去 還是說 其實有一個固定的程序去做 其實如果自己家化妝 就沒甚麼所謂 不過如果我們專業的話 我們會先做好底妝 然後就會做眼部化妝 然後就做胭脂 然後就做嘴 最後才決定唐眉 最後才決定唐眉 但其實眉這裡 譬如我們的顏色方面 因為都有黑色 啡色 灰色 我們怎樣去取決於 我們自己應該去選擇 甚麼顏色的眉 我想很多女生都會選擇 適合她的頭髮顏色 可能有些女生 她的頭髮可能是比較啡 就是染了啡色 可能她們會喜歡 用一些深一點的啡色 去撞上頭髮的顏色 也會 甚至乎有些女生 她的頭髮很淺色的染度 她可能比較纏維一點 或者比較新潮一點 她也可以去漂眉 她可以漂坦糖尼 然後也可以用一些比較淡色的眉筆 這樣去襯托自己的形象 但其實漂眉 這件事在香港是否廣泛 有這麼多人會這樣做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其實漂眉很簡單 是嗎? 它怎樣漂的? 買一瓶漂眉的膏 然後塗上糖眉 然後漂十多分鐘就可以了 其實好像我們現在 可能很新的染頭髮 波及擦一下 然後等一下 然後它已經變了 所以也很方便 很方便 但萬一漂完後 其實自己又覺得 漂了好像沒那麼漂亮 是否也要慢慢地 要染回去 也會有染黑的技術 對 我想不到 我還以為要慢慢等自己 又收了眉毛 然後等自己黑色的再生出來 才可以 不用染回去就可以了 其實除了化妝方面 因為我們很著重 可能今天我們化的妝 漂亮嗎? 粉會否很浮 但其實我們怎樣可以令到 我們在上粉的時候 那些粉會比較貼服 我們要預先做些甚麼步驟 其實首先我們要清潔皮膚 然後就可以 譬如市面上現在有一些 叫做皮靈的產品 是的 我們可以做一些皮靈 將我們臉上的角質層 徹底這樣推走 對 然後再上一般的護膚液 然後就可以貼了 其實大部分 尤其是我們香港這個地方 比較潮濕 那是否女士們 通常都會遇到一些 可能是皮膚缺水 或者是真的脫皮的狀況出現 其實很多時候一轉天氣 我們的皮膚都會比較脆弱 和會缺水 可以多喝點水 或者吃多點水果 塗多些補充水分的棉霜 甚至可以做多些水分面霜 都可以幫助到 其實做這個水分面霜 我們是可以真的天天去做 還是做面霜這件事 可能真的一星期要固定 可能一個星期一次 或者一兩次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如果某些水分面霜 其實一星期可以做三至四次 也不怕的 也不怕的 有些可能比較溫和性 比較好一點的水分面膜 因為一般我們可能會聽到 關於美白面膜比較刺激 對 美白就比較刺激 如果我們每天真的敷 可能真的會刺激到我們本身的皮膚 反而就更加傷害到自己皮膚 另外除了水分面霜 還有我們可能多喝點水 吃水分面膜之外 其實有沒有說我們要特定 怎樣去每天護理自己的皮膚 才會更加好呢 其實只要早晚都洗臉 勤洗臉 其實可以的 不需要特別怎樣 總之你正常洗臉 然後正常飲食 正常睡眠 其實皮膚應該是可以很正常 最好就是有少許運動 而且是適量的運動 對 有適量的運動 這樣就會更加好 始終自己也要花點工夫 而且不要太懶 令自己的皮膚不好 其實除了護膚之外 剛才你提到很重要的是 遮瑕會遮黑眼圈的部分 因為始終女士們有時候 眼肚或黑眼圈是比較嚴重的 但在遮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要用同一種遮瑕膏 已經是OK 還是我們要選擇另外一些遮瑕膏 其實遮瑕膏也有些巧妙的地方 遮瑕膏最好就是選擇適合一種顏色 選擇適合顏色 其實就遮面上的瑕疵 所有瑕疵都遮到 即使你要選擇遮瑕膏色 是你塗了粉底之後 因為粉底你塗了上臉後 它會和你的粉底色混合在一起 那你要選擇遮瑕膏色 是要你和粉底 和你的皮膚色混合後 那種顏色 這樣你就任何瑕疵都可以遮瑕 即使我們真的要購買遮瑕膏的時候 就要帶上自己本身的粉底液 去做一個測試 看看是否真的適合才購買 難不難嗎? 不難的… 你試了上臉後 你就去買遮瑕膏的地方 你就試上臉 看看你塗上臉後 你能否看到那一點 如果你看不到 或者試試遮瑕膏色 其實就適合你了 它會和你的皮膚混合 就可以了 但其實現在很多時的化妝品 都會有太多不同的選擇 我們在選的時候也會搖搖搖搖 不知道選擇這隻或那隻 但其實最主要我們買的時候 其實都是要有什麼因素 才決定買不買那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其實化妝品比較簡單 化妝品除了粉底之外 我覺得顏色或其他顏外的東西 其實你喜歡那種顏色就可以了 你喜歡那種顏色 不需要顧慮太多 不需要顧慮太多 大部份現在的化妝品其實都很好 質地 我覺得是粉底 可能你就要比較注重一點 適合自己的皮膚的狀況 那才去買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油 你再選一種有油份很重的粉底 那你的妝就會很容易化開 那就不得持久了 那你上面塗些甚麼都沒有用 因為全部都會化完 所以我們最重要是 自己學會選一種適合用的 才會可能化完妝後 我們經常都不會說融得很厲害 亦可以化妝很貼服、很漂亮 那今天很開心 請來兩位的嘉賓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關於化妝和護膚的心得 首先很感謝兩位 謝謝你 如果觀眾想看回我們 今集的節目重溫 就可以瀏覽www.apris510.com.h 又或者是你們有智能手機的話 就可以上這個app store 下載我們apris 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回我們的節目重溫 那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跟觀眾說再見 好,再見 再見